明镜与点点栏目 368个 这么多怎么挑 今天我们先锁定中台湾 请达人来推荐呢 到底中台湾有哪些特色小镇呢 值得我们好好的停留 邀请到的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资深导游阿璐哥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小峰 嗨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旅游达人黄欣瑜 辛迪 哈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旅游达人艾瑞克 哈喽 大家好 好 今天呢 我们先锁定中台湾 为什么 因为中台湾的交通最方便 而且呢这里的特色小镇呢 也特别多 只是那么多 我们就请达人来推荐 到底有哪四个 值得我们花时间 好好地给他漫游一下 这画架版电视墙就来看到 达人分别呢 推荐了四个啊 第一个来看到 艾瑞克要带我们去的呢 有一个古昌 就是位在苗栗的苑里啊 苑里跟古昌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呢苑里这个地方呢 有种植稻米 而且它的稻米呢 是整个苗栗县的产量的第一名 占了整个全省之冠 全县之冠 全县之冠 所以呢 它有这个苗栗的古昌之称 那再来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美名 刚刚有讲说它是苗栗古昌嘛 另外还有一个美名叫做 令草原乡 令草 为什么 早期的这个居民啊 他们就是利用野生的令草 只是就是编织一些 就是可能那个草席啊等等的 但后来发展越来越多 在这个编织之间呢 就编出了整个院里的繁华 跟它的经济效益 你知道它后来就发展有 像是令草编织的草帽 这个草帽不得了了 曾经是台湾的三大特产之一 第一是糖 第二是米 第三就是院里的草帽 曾经是台湾三宝 对 因为从这个日治时代呢 他们就开始的大量的生产嘛 那到这个大概25年的时候 民国25年的时候呢 你们知道它的巅峰达到多少吗 多少 我说说这个数字真的会吓死人 要不是有真的是在 这个文物感看到这个文字的记载 一年最多外销可以产到 1600万顶的令草草帽 所以当时全球有1600万人带着 一年喔 所以我觉得这个令草呢 是很就是很能代表院里的一个特色的文物产品 然后呢你来到这个文物馆里面呢 它有各式各样的展示 其实我们想象得到令草就是做草帽 做草帽 但是来到这边你就会 哇大开眼界 它可以做令草的领带 领带也可以用令草做 令草的包包 最浮夸的是还有一整套的令草的礼服 礼服啊 如果下次我再结婚一次我就来订了 可以可以 然后你总之就会觉得 哇原来令草的这个不只它的这个功能 还有它的这个造型可以这么这么多变 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展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大草帽 所以里面其实蛮好玩的 然后其实它是免费参观 可是如果你想要导览的话也只要30块钱 那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编织令草的乐趣的话 它也有这种DIY的课程也只要100块 100块含导览跟清洁费 然后你可以带走自己独一无二的令草的这个小纪念品 所以我觉得来到院里绝对不能出过的就是这个令草文物馆 我觉得院里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开高速公路常经过 但不太晓得原来院里它跟古有关系之外 原来在令草的部分也带来那么大的经济效应 没错 所以阿里克带我们到这个古仓 苗栗的古仓 然后又是令草的原乡 很有那种农村的风情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就在院里安排一个农村体验路线好了 农村中光 对 这边什么景点可以采的吗 有 我跟你说最大的景点就是带大家去下午茶 因为到那里都市也要下午茶 乡下也要下午茶 对 我们就来一种就是农村那种漫游的那种感觉 去完了令草特色馆之后 带大家来到这个庭园的艺术餐厅 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 走进去的时候绿油油的一个草地 上面你有看到一栋建筑物是呈现一种闽南风情 就是有一种那种老醋的感觉 对 你再走进去看你发现那个扁鹅 是那个艺术家他们特别去喝出来很漂亮 旁边还有两个大大的木板的雕刻 是有点排湾族祖灵的那个雕刻在上面 有一点原住民的风情 你想说这就来到了餐厅吗 走进去看不是餐厅 是什么呢 居然是一个美术馆 你说这个外形是一个美术馆 对 他走进去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个木雕的作品 有很多的画作 你就可以在里头来一场艺术饗宴 慢慢地欣赏这些艺术品 看完这些艺术品之后 真的要带大家去下午茶了 还有得吃 他的旁边就是一间餐厅 那个餐厅它走的也是有一点那种古兹的感觉 就是红砖墙 然后红砖地 然后所有的这个珠仪都是木头 而且都是艺术家一工一笔新手雕刻出来的 所以还多了一点那种手工的温暖的感觉 那来到这边要吃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是靠海边 所以就可以来点一些海鲜料理 它的烤透抽 我跟你讲 这么大一只 下午茶就吃烤透抽 对 我跟你讲 而且重点是它的烤透抽不是那种加很多那种调味料 因为你知道就是靠海边嘛 所以非常的新鲜 稍微的这样烤过 然后加一点点那种调味料上去之后就 哎呦 很鲜甜 原味海味 对 然后重点还有一个必点是什么呢 它的手做披萨 披萨 而且它的披萨呢有很多呢很特别的一个口味 包括了像是剥皮辣椒牛肋条口味 我怎么想吃 这么多元 很特别 它那个牛肋条呢摇起来呢就是很Q弹很有嚼劲 然后再加上剥皮辣椒呢那种 有点辣辣的那种呛的那种口感 对 然后又加上是那种披萨你知道吗 中西合并加起来呢 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的好吃 最后呢再来一个老梅树的有机梅露 喝下去之后 消暑啊 消暑解腻 你整个是非常非常的赞 那你说其实我也没有这么有艺术的口味 艺术看不懂怎么办 看不懂我就只是想要来打卡拍照而已 也有这个选择带大家来到这个异国的农村 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厉害 你要去欧洲就去欧洲 你要去日本就去日本 就是好像小叮当的任意门一样 想去哪就去哪里 环游世界 因为在这里头呢 它就有很多很漂亮的造景 首先第一个必拍的就是哈比村 哈比人的那个 小人国的那个房子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房子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房子 但是我跟你讲 在这边它直接盖了九栋给你拍 对哦 对就是九种不同的哈比人造型的那个房子 让你拍个够 你说可是没有不好意思 我是走樱花魅路线的 樱花魅路线也有 它这里呢 有这个一整排红色的鸟居 然后呢走到旁边呢就有一个神社 我跟你讲你如果穿着那个浴衣 然后来到这边拍照你就打卡日本 大家也不会怀疑 所以呢就是有这种很有艺术气息 然后也有这种很有异国风景的推荐给大家 好所以到了院里啊 不只是有一些田园风光 还有很多异国的风景啊 只过刚刚艾瑞克说呢 这院里是苗栗的古昌 古昌就是要吃米饭啊 刚只吃到了下午茶 那就问一下陆哥了 到了古昌 来点传统的米饭料理可以去哪里吃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古朴的一个村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它有所谓的小江南称的那种所谓的庭园板的支撑 一个园林骚扰的庭园 那它的整个园区里面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我简单的这样讲 第一个可以进入就直接买门票进去就好了 也可以买门票 什么都都不做 那你就自己晃晃自己开 因为它所有的小桥流水 所有的布置里面都有特别经过这样的设计 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 这个重点来了 吃饭 刚刚我们艾瑞克就讲了 因为院里是整个苗栗县的稻米之舱 所以这一等米它特别的好吃 来到这个地方它有一种饭叫做割稻饭 割稻饭 客家人最会做的是什么 控肉跟蜂肉对不对 那个咸香到 配到所谓的院里的那个毫米吃下来 一碗怎么会扒得够 第二个客家人最喜欢做什么 那个盐水鸡 对 那个鸡很漂亮 油油油油 这样还有汤汁非常非常好吃 旁边有极酱又可以沾 有个极酱加酱油 沾就非常好吃了 另外客家人最勤劳了 冬天的时候晒什么 菜脯 加上家常的菜脯 嘴巴没任何一口 一定有蛋又有菜脯 那个咸香的滋味非常好 第三它的重点就是 刚刚讲它是一个园林窑 对不对 它有你可以请大人 你们家的小朋友 一起来做这样的 不管你要用捏槽的方式 或是要拉胚的方式 都有专门的老师在教你怎么捏槽 像这个 这个就是我小弟我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喝台湾的乌龙茶 对 那我就自己做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杯子 这个就是我们世界独一无二的 我自己喝茶杯 怎么那么小巧 对 我个子小口 嘴巴刚好 一杯刚好 做完之后 你觉得你很满意你的作品 你可以放在那里 之后它烧完之后 大概将近要到三个星期 到一个月之后 它会把这个成品 当然你要付它的运费跟材料费 那之后它会寄给你 就变成你永久的一个纪念 所以这个庭园里面 大概你可以分为第一个纯欣赏 捣啦 吃午饭 烧窑 也可以一日游 半日游 一个小时游都可以 而且它的视野非常棒 看到整个院里的那个稻田 哇 那真的是漂亮 那院里应该除了这个割稻饭 还有很多其他的古早味美食 要请小芳姐来帮我们加码一下 绝对 而且是深藏不露的古早味 先来讲这个秒杀的炸鸡 炸鸡 这个秒杀的炸鸡真的超人气 它是在院里市场里面 那为什么讲秒杀呢 它每天因为在市场里面 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 只有5个小时 你只要手较慢的 根本就抢不到 这下真的有名 这下连我没有吃过 我很多朋友都在往里面打卡 对 因为你知道牙咬起来 就是那种皮脆 因为我真的每次吃炸鸡 我皮都不吃的 那皮好脆好脆 然后又吃起来很juicy 所以真的会刺嘴 一口会接着一口 所以真的是 有名 厉害 真的是名不虚传的秒杀炸鸡 而且在市场里面的美食 对 在市场里面 那当然另外的古早味 也要讲一下 我们说的肉圆 60多年这个历史的肉圆 那这个肉圆比较不一样 你看起来它比较没有像 我们知道的彰化那个那么大 而且它是用炸的 它是先蒸过再去炸 所以你会感觉 可是你会感觉它的皮比较软嫩 就是没有那么硬硬脆脆的 所以我觉得古早味 深藏不露这两个 推荐给大家 一定要去吃吃看 哎呦 难怪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提到了 这个小镇里面 最吸引这个碗亭的 就是在美食的部分 对 道地美食 光愿里这里 割到饭不要错过 市场美食不要错过 而且我们提到 我们这次小镇就是要漫游 所以吃完不要急着赶着回家 找个地方 再来好好体验小镇风光 那我就要问一下阿瑞克 您推荐的院里 那您也要替我们 找个地方住一下 那当然 因为其实院里能够玩的 能够吃的东西真的蛮多的 然后我今天要推荐这间 也是近年来在院里 非常有人气的一个 就是星级的度假饭店 你绝对没有想到 在院里这样子的一个小镇里面 竟然隐藏了一个 这种可以媲美日式的度假村 而且它其实基本上也是苗栗 少数大型的度假饭店 一个指标型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很豪华的一个日式温泉饭店 首先你来到它的大厅 你真的觉得 它的挑高豪华的程度 还有一整区的伴手礼的地方 特产区 就很像是来到日本乡下的那种 就是五星级饭店 大型的温泉饭店 对 没错 真的有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占地非常的大 那它的套房 它的房间有十种 有九十个房间 那既然要住 我上次就住了一个最顶级的套房 我真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有带小孩 或是你真的很想要好好的度个假的话 选择它的套房有二十一平大 好大 好大 非常的大 才没很多房子大 对 你知道 而且它的格局非常的方正 然后客房跟浴室的比例是一比一 你的房间有多大 你的浴室就有多大 它的房间就是非常的宽敞 除了有这个很棒的双人床 然后有这个沙发区小客厅 然后呢 再来就是打开它那个日式拉门 要进浴室的时候 你真的就 哇 没有没有 也太大了吧 我跟你讲 真的是就是刚刚客房 然后沙发 然后阳台上一比一的打造一个沐浴的空间 啊 夸张耶 它有双汤匙 对 双洗手台 双淋浴空间 在这个旁边有一个淋浴空间 另外还有干湿分离的独立淋浴间跟厕所 真的好大 那所以你喜欢这个泡澡 喜欢温泉的朋友呢 你就真的是要来这边 而且它其实90个房间嘛 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私人的汤匙 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 对 怎么办 它对面 客房这一区的对面 还有一整区的这个户外的 700平的一个清水温泉主题区 都好像个乐园一样 对 它一样有这个温泉 有烤箱三温暖 然后你就想说夏天到了 如果想要游泳 也有 它有一个真的是可以游泳的泳池 大泳池 然后还有这个玻璃屋的温泉池 然后SPA充的这个按摩柱 通通都有 还有健身房 对 儿童游戏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适合亲子 然后想要度假的 夫妻的 都很适合的一个度假饭店 所以住一个晚上大概要多少钱 一个晚上 哒哒 5400多块 给各位做参考的 这个是基本的房间 那如果要住套房的话就再加上去 好 所以到了院里 不只是玩的精彩 住的饭店现在选择也越来越多元 你想要好的 这里也可以值得慢慢享受 第一个是艾瑞克所推荐到了院里 那第二个呢 中台湾的特色小镇 换成欣宜来推荐好了 刚刚院里已经有点强了 那你欣宜现在要推荐的有比院里厉害吗 那当然 我要推荐给大家呢 是全台湾最花心的一个小镇 全台湾最花心的 适合花心 南花心领区的吗 到底是哪个小镇 休息一下 漫游中台湾特色小镇呢 现在轮到了欣宜要推荐了 欣宜说要带我去一个全台湾最花心的小镇 到底是哪里呢 来电视墙来看到 欣宜带我们去彰化的田尾香 田尾香的哪个小镇居然那么花心呢 哇 果然是满满的 这花还草啊 这一张是草 但是呢 那边真的是很多的花 一到那边的时候 你的耳边就会想起 哦哦哦你什么 这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田尾香这边呢 是全台湾呢 花朵的产量还有种类 最多的一个地方 走在它的这个巷弄小尖道里头呢 你就会看到 哇 到处都是花圃 然后也有很多的花店 那既然来到这边 我们当然要找一个漂亮的地方 一个仙境来当花仙子对不对 推荐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就是 人气仙境花田 这里呢 非常非常的大 占定了有五公顷这么的大 那它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从康乃馨开始红起来的 它种植的康乃馨有红色的 有粉红色的 有桃红色的 来到这边呢 你要怎么拍照呢 你要闻 你要看 你要躲 就是你要躲在那个花丛里面 看它或是这样看着它 或是这样好像闻它 就是你知道很陶醉的感觉 像品酒一样 对 所以不论你是想要 甜美风 还是阳光 还是有点这种有点萧色秋天的感觉 在这边通通都可以让你拍到吧 各种花 对 各种花 但它除了花景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皂景 就是这个 我爱 对 这个也很可爱 也是必拍的景点 那拍完照之后 你想说肚子也有一点饿了 在这边呢 也有下午茶的地方 如果你很怕热 它有室内的下午茶区 但如果你就是不怕热的话 其实在这边很推荐大家的是 来野餐 在这里野餐 对 它这边有一个呢 就是帮你搭好了一个像帐篷的感觉的地方 然后让你去野餐 你想说 可是我就是临时去 我也不知道这里有野餐区 没有野餐店怎么办 在这边它可以让你租借野餐店 所以都不用载就对了啦 不用自己带来 你就来到这边 你就跟它借个野餐 然后铺在那边 然后看着满满的花海 然后吃着下午茶 非常非常的悠哉 哎呦 难怪你会说 全台湾最花心啊 真的好多花 而且呢 这事情啊 还有活动啊 花招也很多 很赞 前台小镇真的是新宜的style 就整个空气都弥漫的花香 真的 那我们如果一整天 想要当花仙子的话 要请艾瑞克帮我们讲一下 有什么其他推荐的景点吗 那其实田尾这几年来 为什么这么红 其实是要拜公于 就是田尾的波波草 对 其实大家知道 听到田尾就联想到波波草了 有没有 那其实波波草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它不是真的叫做波波草 它是细叶七里香 七里香 对 它的本名 不是那个七里香 是一种草 一种植物叫做七里香 然后它是七里香的朋友的亲戚 它叫做细叶的七里香 对 然后其实大家知道 它这样子圆滚滚的样貌 是必须每年修剪四到六次 才有办法维护它这么圆滚滚胖秃的 很可爱的样子 然后因此这个东西细叶七里香 也因此除了就是有波波草之称 它还有另外很可爱的名字 叫做抹茶丸子 丸子 有像像 像那个一颗麻糬丸子 然后一颗一颗这样非常可爱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它不算大 但是它整理得非常漂亮 而且很整齐 然后整个这个蓝天白云 再搭配一颗一颗的抹茶丸子 你蹲在那边的时候 你会自己很像打地鼠的感觉 有没有 你这样投出出来这样子 非常疗愈的一个地方 那刚刚有带大家到就是很像这种 就是日本那种抹茶丸子的地方 下一个地方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仙人掌花园 去看仙人掌又不一样的植物 完全不一样 这边的仙人掌会超乎你的想象 你可能想仙人掌不就大概是那样吗 No 这里的仙人掌 真的是可能超过100种以上 长的短的 圆的 扁的 多角形的 然后有刺的 没有刺的 毛茸茸的 全部通通都有 最浮夸的是它 它最浮夸的是你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仙人掌专卖店 它是室内室外通通都有 最可怕的是它有比我还要大张 还要高 还要大的 还有像一棵树一样这么大的仙人掌 你知道真的有一种来到了 就是非洲的那种沙漠的那种异国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刚刚我们前一个景点有很大的落差 完全是不一样 拍起来就不会很像 完全不同风格 你在那边你也要小心 因为你不能摆太大的动作 因为可能会被刺到 我上次就不小心被刺到 但是拍起来的感觉真的很美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有看到有花 有薄薄草 还有这种仙人掌 最后再推荐一个如果你是比较优雅 你想要有这种日系庭园风的话 再推荐一个在田尾这边 还有一个号称为台版的尖六园 尖六园是日本三大名园 没错 因为这个老板他本身从小就很喜欢吃栽 植物 所以他自己打造了一个像日本一样的庭园 然后里面除了就是有漂亮的日式庭园以外 还有像水上的茶屋 然后这边你不只可以拍照 然后欣赏这个园艺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坐下来休息喝杯茶吃点小东西都不错 那拍照是年轻人的事 因为有时候拍完之后我爸妈在旁边说 欸 疲啊 可不可以找个地方坐啊 那我家要问一下路哥啦 欸 疲啊 可不可以找个地方坐 这附近有推荐的吗 一定要去来找一找的 介绍一家号称田伟最美餐厅之一的一家餐厅 这个充满绿郁 它在湖畔 然后整个玻璃 整个温室的一个一间的咖啡厅 而且你进去里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凉爽 那眼睛看到的视野非常非常的舒服 刚刚说饿了 对不对 这间的餐厅 在早期以前是做自助餐的 是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后 现在目前改火锅 套餐类 减餐 套餐类 所以一般你想要儿童的套餐 猪排餐 牛排餐 鸡排餐 它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提供给你 很多不同的一些东西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田伟是花卉集中最多的地方 所以它很多的料理就有点像一大式的料理 像迷迭香 像嘉义什么东西 所以让你 花卤菜就对了 花卤菜 然后让你的整个一个食材 看起来 哇 好吃之外 那个味道又非常非常的 很疗愈就对了 所以难怪它能够号称 田伟最美的花园之一餐厅 所以你来到田伟逛逛 没有来到这一间 真的是等于白来的 真的是这次达人推荐精锐进出 连餐厅都要是田伟当地最美的餐厅的 没错 刚刚希宁说我们来这个田伟 就是要看花看到宝 然后阿瑞克也带我们去看花花草草 陆克又带我们去看花 不过到了晚上的时候 好像视线没办法看花 然后小邦姐要问一下 晚上有哪里好玩呢 有的 而且我会让你变成照片里的那朵花 晚上可以啊 其实在园林 我们叫它百万的景观园区 那2021年才开幕 战地非常的辽阔 而且它有全国首创的装置艺术 换句话说真的是好拍的场景非常之多 所以你白天可以看到整个园林市的一个景致 那晚上 真的是一片灯火的时候就是更美的 所以有百万景观之城 夜景之城 那我先讲我自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因为你不管是下午黄昏开始去 然后一直到晚上 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大概就是下午的时候 你在白天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景致 那我要分第一区 第一个部分就是指一到三楼的 我们都会有餐厅 也有体观餐厅 这个餐厅你会有吃到喝到饮品甜点 还有套餐或者是火锅 所以你要在这边用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一楼 一楼有这种儿童的一个游戏区 那小朋友最喜欢的沙坑 这边也有 也有泡角区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玩day and night 不是只有晚上 那另外除了泡角区之外 它还有什么心爱湖 还有一个大鸟巢 那小朋友就可以在那这个鸟巢 当这个小小鸟拍个照 好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那就是打卡省点了 就是所有一定要去拍照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 但我直接跟大家做一下形容 首先紫藤花的隧道要不要拍 要 再来丛林的高空荡秋千 我们有巴黎岛有 这边也有 那除了这种丛林的高空荡秋千 当然我们白天去荡廊 还有其他创意的荡秋千 你也可以拍 然后最最最最 让我觉得很压力是一个 漂浮在高空的咖啡座 咖啡厅座 就是你可以坐在那边 照片没有 这边大家去看 如果你在那边喝个咖啡 所以你就像浮在半空中在喝咖啡 这位置很抢手吧 就是因为太抢手 所以你们多待一点时间 比较多 还有其他的最最最棒的 就是星光教堂的玻璃桥 还有星光教堂 对 因为那个玻璃桥 整个这样拍起来很好 大家会觉得 你可能自己觉得穿了什么衣服 可能跟景不搭 没关系 在景观餐厅 它有租什么你知道吗 和服 韩服 小礼服 一个小时大概400元 你就看你要哪一种 因为这些美轮美换的场景 所以是很多人喜欢去那边看夜景 约会 还有网拍 就是美拍的好地方 那圆祖也觉得说 OK 因为他们布置的东西非常多 是需要门票的 门票是300元 可是它可以让你抵100元的消费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花多一点时间 不是只有晚上去 你从大概下午 你就可以去一直待到晚上 看到夜景为止 花时间好好的品味 而且可以待到越夜越美丽 只是总不能睡在这里 我们都来到了 这个算是铁尾一路玩到的园林 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个星影 因为这是你推荐的 那我们到园林这里 晚上拍完美照之后 有住的地方吗 当然有 而且这间的饭店非常厉害 它让你一泊30 吃到饱 一泊还含了30 到底住起来怎么样 吃起来怎么样 那其他人要推荐哪些小镇 休息一下 漫游中台湾特色小镇 刚吸引说要带我们去一个 一步三十的旅店 哪边 吃到饱 就是这一间非常厉害 它叫做质感简约旅店 这一间饭店有一个slogan 就叫做有一种饿 叫做饭店觉得你很饿 一直为你这样子 对 就是一直喂食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一泊三食对不对 首先先来讲它的下午茶 下午茶基本上就是饼干 糖果 饮料 让你喝到饱 吃到饱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宵夜场 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的 不管你早上行程 多么的就是满 在宵夜的时候手刀先回来 晚上8点到10点 会有它的宵夜时间 宵夜有麻辣糖 有包子 吃那么好 有凉面 有蛋仔面 好快乐 有粥 是晚餐的等级 这不是宵夜 而且实际上就是随便你拿的那种 不是只能一次而已 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 冰淇淋吃到饱 哇 是不是超级赞 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 哇 早餐也是很厉害 一三十来了 自助餐满满的 中式西式 要粥有粥 要意大利面有意大利面 要师傅现场手做的也有 煎萝卜糕 煎蛋饼煎荷包蛋 煎葱花蛋 煎任何东西 原本肚子平平的进去 就突突的出来 搞大了 对 非常的厉害 那你可能想说 那这间饭店应该是用这个吃来骗 对不对 对 住宿是不是还好 没有 我跟你讲 它住宿也很不错 走进房间里头 是走那种简约质感的路线 但是它有很多的细节 最多的细节就出现在它的浴室里头 怎么了 它的浴室采用干湿分离之外 它的这个连蓬头 就是洗澡的地方 是用按摩花撒 就是会有那种六颗水柱 你观察也太入围了吧 对 连着都注意到 就是你知道六颗水柱 重点是你看 房间很舒服 细节很多 要让你吃得这么饱 你知道一个晚上才有多少钱 多少钱 会不会很高 好 来 一个晚上 各位观众 二开口 哇 这一泊三十 而且不到三千块的价格 给各位做参考 可以说是被住宿耽误的一家餐厅 好 那刚刚这个信仪所推荐的 来到了中台湾的特色小镇 换谁呢 换小芳推荐 小芳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我们看到电视墙部分好了 小芳带我们去云林斗六 斗六这里有一台这个是车车吗 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哇 这日式风情 对 我要带大家做这个时光机 回到日治时代 我们现在讲 董六呢 其实它在就是整个云林县制所在 是 它有百年的产业 有这种历史的人文 也有农业生态 对 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太平街为中心的一个旧城区里面 有百年的老街 那也有那种传统的地方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传统西市场 那你来到这边就一定要进行我们讲的 古味老街散策 让你疫苗到日本的感觉 散步 对 首先我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太平老街了 那太平老街就在斗六市的太平路上 它全长是600公尺 它从日治时代就有了 那你知道日治时代的房子 尤其那个时候 因为它是一直都是那个时期的商圈 同时也是通往南北乡村的一个联络道路 所以它非常的怎么样 热络 很夯 那在这个地方的 那个时候两排的建筑全部是属于两城市的 对 然后这两城市的建筑呢 一楼的门面具是那种巴洛克式建筑 那二楼它会有那种精致的雕饰 甚至有些大户人家会把他的姓氏放在上面 对 那我觉得在这边 你除了看到巴洛克式建筑 它其实有结合台湾的元素 所以它是一场建筑美学 那第二个我要介绍就是云中街 其实云中街以前就是日治时代警察的宿舍群 再去搬修 再去整建 可是保留原来这些老宅的一些特色 就是还是日式建筑的特色 然后再去做一些整个文艺进驻到里面 所以你到那边看到 除了这样日式的一个宅建筑之外 你会看到很多也是有小灯笼在点缀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你都去 那这是一个非常完整 斗六的文化走读的一个行程 所以我建议给大家 难怪刚刚一开始小芳就定义了 是坐着时光机能回到了过去 没错 今天听达人在这样子讲 我脑中都在想我要穿什么东西 还可以搭配这些感觉 拍出来超有感觉 家里要拿什么比较怀旧风的 那我们想问一下艾瑞克 除了这边逛逛小镇之外 那个走走这个老街 还有其他的景点可以采吗 有啊 刚刚的行程真的非常有味道 对不对 但是少了一味 就是好吃的美味 对 我跟你讲现在天气太热了 我跟大家说如果来到斗六呢 有一家店 有一个冰你一定要吃 因为这家银的冰 真的是所有斗六人从小吃到大的回忆 而且他们都说这是斗六最有名的冰 而且是最好吃的冰 对 你可以看到它这一碗 刷冰下面有满满的像红豆 绿豆一些馅料以外 上面还会撒上很七彩的缤纷的汤圆 一般的汤圆我们想到就是红色 然后粉红色 然后白色 它这边还多一个黄色 黄色都有啊 对 黄色的粉红色 红色的 那个白色的汤圆这样看起来 哇 那个心情都好了起来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一口冰一配这个就是热汤圆 哇塞 那个忍热交替的滋味真的很棒 另外这家店还有另外一个招牌 就是银鸭冰你一定要吃 另外一个就是烧麻糬 烧麻糬 热的 对 那麻糬很好吃耶 因为一般我们吃到的麻糬 是不是就是圆形的 然后可能包馅料 可是它的麻糬是纯手工做好麻糬之后 放在糖水里面熬煮 然后再把它捞起来之后 撒上大量的芝麻粉 或是花生粉 那个口感跟我以前吃到的麻糬 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两颗麻糬很大颗 扎扎实实两颗30块 哇 同样 所以你来一组套餐 一个银鸭冰 然后再麻糬不到100块啊 对 你这两个东西是饮一定要吃 绝对要吃的 好 那我们刚刚吃了这个银鸭冰 对不对 下一秒就变成银鸭灰 银鸭灰 为什么 因为我要带大家来到斗六最近几个 很红的拍照打卡景点 跟刚刚小芳姐介绍的那种日式怀旧风情 截然不同 对 第一个要介绍最新的2022年的 就是碰鼠森林公园 碰鼠 很可爱 这个碰鼠森林公园 是斗六最近一个很有人气 而且我自己去了之后就很棒 它是一个很适合亲子 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以碰鼠为主题打造的一个公园 它有这个像是相国的溜滑梯 各式各样的松鼠碰鼠的一个造景打卡 然后还有市集 然后还有这个喷水池 细水池 小朋友在这边玩的真的不亦乐乎 然后各式各样共融的设施 我很推荐给大家去 真的一个漂亮 完全不用钱 不用钱 零费用 不用钱 然后小朋友玩很开心 又可以很好拍照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老天鹅啊 也太可爱了吧 但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以天鹅为主题的一个公园 一个乐园 它有这个天鹅的溜滑梯 然后有天鹅的旋转木鹅 好可爱哦 很可爱 所以我就说你刚不是说要穿什么衣服吗 我听讲你要多带一点 刚刚复古风 现在接下来真的是银鸭灰风 可爱吗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玩下来 你会觉得原来斗六的玩法好多元 真的耶 过去很多人都说云林不好玩 但是你不懂得怎么玩 光是在斗六的风格就那么多 吃的也那么多 但是艾瑞克刚刚只有介绍冰品的部分 那我就要持续追问鹿哥了 那如果我们提到斗六吃了那么多 还有什么不能错过的吗 来到斗六一定要吃这个道地的小吃 如果你不吃好像没有来到斗六一样 这个地方这一间店非常特殊 它是所谓的道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口味 这家店已经开了60年了老店 60年而且屹立不咬 我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也是当地人介绍我去 我去到那个地方走进店命里面 哇 那不得了了 所有很多名人的一些的 赞赏的一些的扁额啊 什么东西都写在那里 像台湾的首富啦 台北市市长啦 各个影视明星啊 都在那个流出他们吃透的感觉 最多两个字叫做好吃 你们讲的我们没有吃过不算名人 不是不算名人 我等一下就去 我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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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吃过才算名人 这个真的大家去吃吃吃吃吃喝 大家都是熬到咱们 因为60年的老店 这个所有的汤用昆布啦 然后用加一些他们的室友的中药 私房的一个东西 经过熬煮之后 而且他们是选那种比较大尾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鱿鱼嘴 有没有看到 鱿鱼嘴非常的圆满 而且饱满 很好吃 但是你在吃的时候 这个不是整颗可以吃下去的 不然呢 黑色的有看到吗 有 这个是它的牙齿 你不要把它 捏夹要捏蹭 要吐出来 那个感觉 因为这个汤头已经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它非常的圆满 也够大 所以它煮起来之后 那个肉剃完那个牙齿拿掉之后 那个肉非常的软Q 而且非常有非常的嚼劲 那整个吃起来 加上它的豆花木耳跟竹笋 那整个汤头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 那回来之后 后来觉得这个非常有干纯的味道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 晚上我很怕 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回去之后 口渴到不行 对 完全都没有 所以这家老店非常值得 你不去到 你去到斗六没有吃 就等于没有带来到斗六 传统小吃到的斗六不要错过 所以这斗六能玩得精彩 只是最后一个压轴 就变成鹿哥要推荐 刚刚你就放下推荐加分的这个斗六 那你自己要带我们去哪里 带各位到一个全台湾 一个最有魅力的小镇 走进去这个小镇 就可以闻到浓浓的咖啡香 哪个小镇到处充斥的咖啡香味呢 最后的压轴推荐 休息一下 漫游中台湾特色小镇 轮到了压轴 路哥要推荐 他推荐的小镇 走进去就满满的咖啡香 到底在哪里 电视墙来看到 路哥带我们去喝咖啡 谷坑 谷坑这真的就有名了 到了谷坑一定要喝杯咖啡 对 因为谷坑是我们台湾咖啡的原香 因为据这个记载里面 日本在大概日据时代的时候 就在谷坑的山 整个种了将近300公顷的所谓的咖啡圆 那这咖啡圆种完之后 后来煮过的泡喝之后 哇 那个香气味道 真的是极品中的极品 后来也变成我们进贡到天皇的一个贡品 所以想象的中为什么它那么极品 那我们来到谷坑 谷坑到底玩什么来 第一个这个只有假日才开 这个是绿色隧道 两旁种满大概年龄都每一棵都超过50岁的大芒果树 所以你走在这个其中两公里你是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呢云林县的农会也结合了这所谓的叫假日市集 所以它会把云林县 云林县也是台湾的米香之一嘛 对对对 还有蔬菜 它把很多的所谓的有机的稻米农产品以及手工艺的东西 小朋友可以在那个地方 他有一些小型的公园可以去玩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选择一家你非常喜欢的行动咖啡 慢慢去喝杯咖啡 走这条漫长大概两公里的这个所谓咖啡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享受 如果路哥你刚刚提到谷坑有那么多咖啡店 真的要推荐一家让我们好好坐下来有没有 现在因为网美的咖啡店 真的是如雨春春一间一间 但是今天你介绍这间叫做行来中的行来 老宅都 没有好找 真的不好找 这个老板做生意很性格 对不起 一个礼拜只有做三天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其他都 没开 周末偶尔会在绿色隧道这个地方 做行动咖啡館 那这个老板非常地古墨 他在这个地方是找了一间很旧式的一个所谓的古宅 所有的木头的原件几乎都还留在这里 所以有非常一个很文学风 有时候我觉得喝咖啡 看到职人在斟酌怎么打那个咖啡 之后怎么调配这个温度 再弄这个咖啡 那有时候就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梅干 也看到职人在做 那你也可以坐在吧台 好好享受的这一杯很棒的一个咖啡店 你喜欢喝咖啡的人来到这里 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回 所以来到古坑 绿色隧道不能错过 咖啡也不能错过 不过刚刚路哥讲说 这个市集只有周末有 那要来问问艾瑞克 要有其他点可以吸收这个芬多金吗 有不只想要吸收芬多金 想要拍照的话 我这边有几个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很大自然 而且又很隐藏版的景点 要推荐给大家 我首先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 叫做万年峡谷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什么人听过 或是有去过 西门町的万年我去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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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不是这个not 不是那个万年 是在云林的隐藏版的万年峡谷 这个万年峡谷这个地方 其实它规划的真的蛮好的 首先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石头上面写的万年峡谷 有一种来到这种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沿着这个步道 木栈道这个步道走下去 其实短短的在十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峡谷 中间你还会经过一个万年礼物 它是一个大树 但是它的那个树的根 就是整个包着一个大石头 所以很像一个万年的礼物的感觉 蛮有趣的 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五月份是因为刚好有铜花 所以一路上还可以欣赏到满满的铜花 然后一直到了 真的抵达这万年峡谷的时候 天啊 太漂亮了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得天独鹤的 就是有V字形的峡谷 那它是因为这个溪水的侵蚀 还有这个地层的这个挤压之后 你可以想象到很像是千层蛋糕挤压之后 然后用流水这样子切开之后 的那个纹路跟那个峡谷的那个感觉 地势壮丽跟壮阔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我真的很惊艳 就想说原来云林有这样的地方 所以现在呢很推荐大家呢 去这个万年峡谷走走看看 这集有看有赚到 对 真的非常隐藏版的一个秘境 那当然另外呢还有像是 有东南亚丛林感觉的小天堤跟情人桥 对 其实它是这个 其实它本名叫做华山溪吊桥 那是因为它比较小 只能融得过两个人 像情人这样走过去 所以它才会被叫做情人桥 这个地方也是IG打卡的 也很红 对 非常 你又要想要穿什么 对对对 好多 你如果hashtag谷坑 就会常常出现这个情人桥 是真的 刚刚刚教的那个拍照教学 要再拆 对对对 这个地方很热门 然后另外呢最后还有一个 草岭石井的水莲洞 所以你看这样一路走下来 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棒 很多大自然的景观可以看 不只喝咖啡啊 谷坑这里啊 还有很多新景点 旧景点 都要一并走一走啊 没错 不过艾瑞克介绍的这些景点 这个美景属于角情的人啊 不太适合我们心仪的style了 然后问一下 对 我问一下 如果不要这样跋山涉水的话 有没有哪里可以拍美照呢 没问题 而且接下来这个地方 你不用想要穿什么 穿泰国衣服去就对了 真的耶 对 因为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南洋风情的庄园 来到这里呢 一走进去的时候 你就先看到一个金色的这个雕刻 一个女生的人像 带着微笑 双手合十 仿佛在说 Sawaddi Ka 快来看看 对 就是在欢迎你这样 那它很多小细节都非常的就是很泰 包括了像是旁边的石雕啊 就是要雕刻泰国美女各种形态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还有泰式一定要的什么 高脚屋 在这边也有 还有泰国的这个吉祥屋是什么 艾瑞克身上的这个大象 我今天这边就是泰国买的 很适合去这里 对 大象这边也有 当然不是真正的大象 但是呢 就是它有这个大象的雕刻的这个造景 然后就在那个高脚屋旁边 你就站在这个两个的背景前面 真的是太爱 非常太爱 整个园区的自然美景 那它也是被整个的森林所包围的 所以你就在那边呢 你可以听到蟲鸣鸟叫 也可以感受一下呢 就是一些芬多金 重点是 不用像艾瑞克刚刚呢 跋山射雪 行车就到了就对 对 然后呢再往上走呢 它每一走一段路 就有不同的造型的高脚屋 那其实很多的来这边玩的人 都喜欢走一走 然后就坐进去里面那个高脚屋 就chill一下 很休息 要很就是很放松的感觉 那当然呢你玩玩玩 累了之后呢 这边也是有很多的 这个下午茶 点心可以吃 下午茶达人 又要开始了下午茶 那它呢就是有餐厅呢 有一栋是做这个玻璃屋造型的 如果你就是夏天很热 你又想要看到美景 又想要吹冷气 你就可以选择玻璃屋 但是呢我更推荐大家坐在户外有一区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非常贴心 户外那一区 它还有请到现场演唱的任务 那一定要坐一下的啊 对 就是在外面就是你知道边听歌 然后在这个自然的包围之下 然后在这边呢 它也有提供骨坑最有名的咖啡 再来一杯咖啡就觉得非常的chill 那来到这边 小朋友也不怕很无聊 因为到了夏天 小朋友怎么样 游水万事足 在这边呢 对 有一个喷水的那个细水池 很大一区 就让小朋友丢在那边 就是你知道又消暑又凉快又好玩 在这边就很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 哎呦 这真的耶 看看如果你想要走一点路 跟着艾瑞克呢 有风景可以看 那不想走路呢 跟着欣怡呢 直接到庄园去去游一下 真贴心 只是呢 这个是鹿哥压轴推荐的谷坑 然后前一个呢 小芳推荐的是斗六 哇 我们在中台湾特色小镇 光云林就两个地方了 那我就要问一下小芳 那我们在云林 势必要过一晚了 对 我们在云林这里呢 你推荐我们去住哪里 我带大家去一个风月无边 就在谷坑这个滑山山路里面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清水魔的一个建筑 你除了有地景交织的自然 你还可以在它半露天的露台 去泡个澡 春光无限 这么享受 对 我要介绍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家饭店 我先说它的建筑简直就是一场 大家都可以去看的一个美学设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两栋的长形建筑是成为一个主体 那最主要的 我们刚刚讲它是跳脱 我们本来垂直跟水平的这个框架 它是用抽象的去做出这种 不规则的这种建筑本体 那都是清垂膜的一个造型 对 所以呢 它分主管跟另外一栋 它是用棚架式 大家可以看这个 棚架式的架构去把它连起来 所以你看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环节都不一样 那我们先讲它户外有些什么 户外东西真的蛮多的 有儿童游戏区 有这种生态草原 还有那种户外的lounge bar 也有景观餐厅 景观餐厅更是他们所谓的婚宴圣地 所以很多结婚会在那边 户外场所 户外婚宴 对 那还有一个烘焙DIY教室 我觉得这个光设施真的是 还有一个比较高的叫观月平台 这个观月平台比较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华山 还可以看到台湾海峡 所以你同时可以看到山跟海的美景 景观塔 对 所以它的外 我觉得它的设备就是外围的部分 或者是里面的部分都非常完善 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讲的房间 房间 房间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套房 那当然也结本来的清水膜 这个都延续到我们的房间 是那种纯樸的极简风 对 可是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都有大面的落地床 是你可以看到整个绿地的草原 或者看到华山 可是我们要推荐的是这个Villa 为什么 我刚刚有特别讲 你可以在那裡 它很大的一个露台 对 那个露台就是可以泡澡的部分 先讲它的房间 大概就是可以看到是这样 你会觉得它有比较多的润木在里面 所以清水膜加润木 其实你会觉得一点都不为何 有更温暖的感觉 那最主要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的备品其实都很齐全 它还会特别帮你准备一个小提袋 非常的贴心 因为这个圆区比较大 然后在它的半露天的露台 大家看到这个 唐翼 哇塞 那真的很享受 你光躺在那边就很享受了 它有个独立的蛋型浴缸 蛋型浴缸是在外面 在露台上 对 在露台上 所以你去订这个Villa 当然就会可以享受这个半露天 鸡蛋型这种独立浴缸的泡澡享受 要我白天泡 晚上也泡 就一天泡到够了 清晨也要泡去 对 因为你知道白天看的景色 其实跟晚上真的是不一样 那一定会想这样的Villa 那它的早餐就像我刚刚讲 主动有玻璃的那里 高挑的餐厅 早餐是这样子的 它会看人数 那如果人数多 当然就是自助餐 可是如果人数少 它会用套餐的方式 这套餐饮品跟所谓的面包都会先上 再来就是九宫格 那九宫格就会有中式的一些粥 还有一些我们讲的一些小菜之类的 那你一定想这个Villa会很贵 价格 应该不便宜吧 这个质感很好 六千五百八十块 就是周间的一个价钱 对对对 好 所以周间六千多块给各位做餐好了 当然周末还会再加点价格了 这就是最后路哥压轴推荐的骨坑 今天感谢我们专家来宾提供的宝贵意见 中台湾特色魅力小镇 今天就先提供大家四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感谢你的收看New金单号 下次见 拜拜